我不干净了 因为我的吃烧烤时 竟然吃到了一条烤内裤 可老板连连解释 这烤的是鸵鸟的毛肚 是他们家的特色 口感本来就很劲道 我半信半疑的又用力夹了几下 可一股食味直通的天灵盖 这特喵的就是条内裤 我赶紧拨打了110 警察赶来后 从老板嘴里得知 这些肉都是从镇子上的鸵鸟肉铺买的 警方立即赶到肉铺展开调查 发现店里有许多黑色的水桶 一打开 里面满满当当的全是腌制好的鸵鸟肉 还是孜然味的 一旁的酒罐里 泡的全是鸵鸟的眼珠子 整整有40多颗 厚厚的衣柜里 还整整齐齐地挂着十几张鸵鸟皮 警察看到这个一幕 老板张永明被带回了橘子 警察质问他 你杀了多少人 张永明却向希希的说道 我从上个世纪一直杀到这个世纪 哪还记得杀了多少人 你们去我家里找吧 有多少套衣服就杀了多少人 警方立即来到他的家里 这不思不知道一丝一麻袋 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男生的衣服 总共有20套 餐桌上还有一盘没有吃完的青椒肉丝 法医从里面也提取到了残留的人体组织 张永明对自己杀人 分尸吃人的行为供忍不讳 但令人不解的是 他为什么要杀人 又为什么要把人做成头料肉 甚至是当街售卖 1956年 张永明出生在云南省 近城南门村的一个普通家庭 他母亲脾气非常暴躁 近城因为一些小事 对他和两个哥哥 一个姐姐拳打脚踢 哥哥姐姐也受到母亲的影响 每次被母亲打完 转头就会来打张永明 将他当作出气包 因此整个张家在村里都十分不受待见 同学们都和张永明保持距离 唯一愿意跟他来往的只有夏洛 然而这唯一的朋友 却差点被张永明杀死 这天晚上 由于玩得太晚 夏洛不敢回家 并流速在了张家 可谁知道了半夜 张永明趁夏洛熟睡之际 将他五花大绑了起来 然后抄起一把屠龙刀 对着好友的脑袋就是一顿乱砍 夏洛被军脸疼痛惊心 发出了四星铁肺的嚎叫 邻居们赶得过来 才得以获救 然而这么残忍的杀人危随事件 却因为张永明当时未满18岁 被解释成了梦游草草结案 仅仅只是被判了六个月的脑洞改教 到了1978年 张永明已经是一个 体力欲力的小伙子 在一家砖瓦厂上班 认识了一个名叫大傻春的工友 两人在一家小吃店 吃完夜宵后 大傻春便失踪了 等到人们找到他时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人质 被抛弃在了山洞里 四肢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警方很快就确定张永明是凶手 杀人的目的就是见钱掩开 抢夺财物 愤怒的村民纷纷联合签名上书 要求对其执行死刑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 最后只被判了死换 在狱中 张永明表现得十分良好 获得了减刑 仅仅关了19年 就被放了出来 接下来的几年里 张永明也算比较安分 但从2005年开始 他所在村子里就有南青年接连失踪 但由于当时南门村 有很多不正规的工厂 招黑工的风气盛行 警察认为 失踪的南青年 大多都是被抓去做了黑工 不足为奇 也就没有深究 到了2008年 当地政府对南门村的土地 进行了集体收购开发 张永明也因此获得了一笔真地补偿 从那以后 张永明在家附近建了一个冷冻库 做起了饭肉的小买卖 在热闹的集市上 他总拎着新鲜的鸵鸟肉进行售卖 鸵鸟肉 鸵鸟肉 30块钱一斤 100块三斤 他的生意还出奇的好 因为吃过的人都说 鸵鸟肉饱满多汁 鲜嫩Q弹 而且价格还不贵 就这样一穿时十穿百 许多外地人来旅游 也要带上几斤 而周边失踪的年轻男子 却越来越多 警方询问张永明 为什么要当街贩卖人肉 他笑着说 自己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单纯地想要把好吃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 大家好 则是真的好吗 很快 警方就对张永明案 进行了解案成词 犯人张永明年少时 试图看下同伴的头 上世纪70年代 还杀死过自己的工友并分尸 死人为性变态 专门对年轻 相貌英俊 身材壮硕的男性下手 实施猥胁后杀人分尸 八年里 累计杀害了至少20余人 除了自己腌制 吃掉了一部分外 大部分都当做鸵鸟肉卖了出去 要说吃过这鸵鸟肉的人 上百号 那肯定是有的 此案爆出后 导致当地很多肉铺直接关门 居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不敢买任何的肉吃 张永明也一度成为 云南人的陈年阴影 2013年1月 法院以故意杀人罪 将张永明执行死刑 我想他小时候 第一次砍伤同学 如果当时就得到了 严格的惩罚和教育 是不是就能避免 后面一连串悲剧的发生 我不干净的 因为我在公厕尿尿时 一个男人突然从后面抱住了我 他一把捏住我的水浓头 在我耳边说 宝贝 我爱你 可我在一起好不好 我心里一阵恶心 裤子都来不及穿 就逃出了公厕 然而到了第二天 公厕附近就发生了一起 变态杀人案 死者是一名70岁的老太太 她被人活活砍死 而私处 竟然还提取到男性液体 没错 她被杀死后 尸体还遭到了侮辱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法医经过DNA比对 这液体的主人 竟然是老太婆的亲生儿子 包婷婷的 30岁的包婷婷 很快就被逮捕 面对铁证 她一无一时的 说出了自己杀母如母的原因 1968年 包婷婷出生在河南省 三门峡市的农村家庭 她是家中排行老五的小宝贝 父母哥哥姐姐 对她都是宠爱有加 什么事情都惯着她 是难做的习惯 到了初中 小包进入了青春期 但她却发现自己有所不同 她总喜欢坐在操场上 盯着男同学的屁股 看得出神 她为自己的行为吓得不轻 导致她不敢靠近男同学 害怕把持不住 所以她成天只和女生交朋友 然而越是压抑 越是想要 她每次去男厕所叙叙时 总是忍不住的 偷偷看向隔壁同学的小兄弟 她感受到了内心 前所未有的刺激感和满足 从此她胆子变得大了起来 有一次 她钻到课桌下 将魔爪伸向鼠睡的同学 可能是用力过梦 同学竟然醒了过来 她找了一大群 被她猥忌过的男生 将包婷婷揍了个半次 挂在墙上 还用红油漆在她脸上写下 死变态三个大字 包中毕业后 为了躲避这些显厌碎语 包婷婷跑到工厂打工 在工厂里 她不再遮遮掩掩 对新的男同事展开热烈追求 但在那个年代 这种行为是不被接受和理解的 所有人都把她当作了变态 工友们再也不敢和她交朋友 既然泡不到蓝工友 包婷婷选择了离职 回家当上了啃老族 每个月拿着200块低保过日子 在家啥事也不做 有时间就去泡统治酒吧 在这里 她彻底放飞自我 隔三差五 就会带着不同的男人回到家里 有好几次 他们玩得正开心时 却被老妈撞见了 她一阵恶心 恶狠狠地将他们赶了出去 就这样 包婷婷婚到了30岁 在老妈的逼迫下 她结婚了 可不到半年就离了 原因是包婷婷对妻子 根本提不起一丝兴趣 离婚后 老妈看见包婷婷就烦 有事没事就是对她一顿挖苦 还故意把门锁换了 不让包婷婷带任何男人回家 而案发当天 包婷婷先去了工厂 向自己暗恋很久的男工友表白 可她惨遭拒绝 伤心的包婷婷回到家里 只能依靠男同电影来慰藉自己 老妈看到后 又是一阵恶心 披头概念的就是一顿臭骂 还骂她根本不是个男人 包婷婷表白被拒 本来就烦 老妈的话如同一把刀 深深的刺痛了她 于是她找到一把刀 趁老妈熟睡后 疯狂的砍向她 老妈倒堤后 她还不解气 为了证明自己是个真男人 包婷婷做出了丧心病狂的选择 她侮辱了尸体 2008年 法院判包婷婷死刑 在行刑当天 她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 没有一个人到场 所有人对她的行为都无法原谅 即使是她死了 我不干净了 因为我在松山吐步时 一个男和尚 突然从后面抱住了我 他用三只粗壮的大手 对着我的大腿 胸口就是一通乱摸 顿时我就被吓尿了 可和尚并不嫌弃 一把将我推倒 还对我进行更加粗暴的侵犯 五分钟过后 我以为他会放过我 可万万没想到 他一脚就将我踹下了悬崖 许久 我的尸体在一棵树上被发现 但因为高度腐烂 警方没有看出 我是被先入后杀的 只是以意外坠崖 草草结案 直到五年后 2001年的一天 一名浑身污秽的女人 一脸惊恐地冲到警局报案 她声称自己被一个花和尚 拖进草丛里强行侮辱了 身体里还有她残留的犯罪证据 警方根据女人提供的样貌描述 很快就逮捕了一名 在山里游荡的和尚 在他山里的住处 发现了大量的女性贴身衣物 一个出家的和尚 哪里来的这些东西 随后警方还在后院里 挖掘出几具早已腐烂的女性尸体 上到五十多岁 下到十一岁的都有 面对铁证 和尚只能坦白了自己的罪行 和尚名叫王少峰 1970年 出生在荷兰省艳诗市的农村家庭 由于贫困 小学毕业就辍学了 从此之后 就干些偷鸡摸狗 调戏娘家妇女的事情 1994年 王少峰认为小偷小摸来钱太慢 于是他干了一票大的 南路抢劫了一台客车 强责了200元的巨款 警方对王少峰发出了通缉令 为了逃避抓捕 他制作假身份证 化名王大峰 夺进了松山邻区 王少峰在松山 找到了一座偏僻的寺庙 这里很少有游客 烧香拜佛 关键是里面全都是尼姑 王少峰壮可怜 每天死皮难脸的 守在寺庙门口 出家人心地善良 主持收留了他 还给了他一件出家人的袍子 一开始 王少峰还算老实 积极帮庙里做卫生 劈柴烧火 然而没几个月 王少峰就暴露出了本性 他时尚跟尼姑搭讪 聊婚段子 还经常在澡堂 特亏他们洗澡 但时间依旧 这种只能看不能摸的 也满足不了王少峰了 有一次 王少峰下山砍柴 遇见了想要去 莲花寺上香的小陈 王少峰双手一合 假装成和尚 十分和善地 给小陈带起了路 当他们来到一处 偏僻的悬崖时 王少峰起了色心 一把就从后面 挠住了他 实施了侵犯 玩完后 他害怕小陈报警 并一不做二不休 将小陈推下了万丈悬崖 第一次作案后 王少峰进警方 根本没有怀疑到自己的头上 并开始了一系列的犯罪 他假装和尚 很容易就获得游客们的信任 然后将他们带到偏僻的地方 进行侮辱 很多女性被侮辱后 因为这种事情难以启致 甚至会影响到自己以后嫁人 所以都选择了稀释宁人 都没有报警 遇到不听话 爱反抗的 王少峰就会先强行侮辱 然后残忍杀死 他认为这种 回去后肯定会报警 所以必须灭口 他就以这样的套路 在1996年到2001年这期间 侵犯侮辱了25名女性 上到50岁 下到11岁 他都不放过 其中还有7人被他残忍杀死 他们不分一物 还会被王少峰带回家里 当做纪念品 偶尔拿出来把玩 直到2001年 一名被他强行侮辱过的女人 勇敢的去到警局报了案 这才让假和尚的恶魔行径 大败于天下 2001年末 法院判处王少峰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恶魔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可惜那些被害的女人们 再也没有机会 依赖人间的大好和山 所以小伙伴们 在外出旅游时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轻信陌生人 也不要被他人的职业光环所迷惑 如果有人杀了你妈 你会杀回去吗 2018年 陕西汉中王平村 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灭门案 变态男在大庭广众之下 将另一名男子残忍割喉 接着又在胸口上连铜两刀 生怕他死不透 然而杀完一个 他还不过意 紧接着 他又将死者的二哥和父亲相继同死 伪官的路人本想帮忙 可男人早已杀红了眼 根本不敢靠近 男人在杀人后 花光了所有钱 然后就去了警局自首 未经审问 男人便主动交代了杀人的前因后果 1996年 在汉中王平村 张扣扣的家和老王家 是一墙之隔的邻居 每天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当时村里的稻米加工厂 正在对外搞承包 张王两家都想拿下这个项目 于是产生了激烈的争吵 最后张家让步 提出一家一年交替经营 并且把第一年让给了王家 王家在经营一年后 赚的那是一个盆满钵满 也就不想交出这煮熟的鸭子 于是就偷偷地在村里 叙交了第二年的租金 完全违背了之前的约定 因此张王两家人 算是彻底结下娘子了 8月27日傍晚 张扣扣的母亲路过王家 无意中看到王家老二在路边 一口八二年的农坛 直接涂在了王老二的脸上 一瞬间老二就火了 反手就是一巴掌 骂他是个疯婆子 接着两个人就撕打在一起 听到吵闹声 两边的家属都冲了出来 本来的单挑局 也就演变成了中路大乱斗 混乱中 王家老三抄起一根木棍 狠狠砸在了张母的后老巢上 下一秒 张母就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鲜血直流 13岁的张扣扣 尖撞起一把刀 就想上去拼命 可最后 被父亲拦了下来 张扣扣抱着母亲 她明显是想要说些什么 可鼻子嘴里都咕噜咕噜的喷着血 根本听不清 不一会儿 母亲就死在了张扣扣的怀里 警方很快就赶了过来 对张母进行了尸检 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场所 尸检直接就在张家门前的泥巴路上进行 就这样 张母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人脱光衣服 锯开头颅 而张扣扣和姐姐全程目睹了这一幕 很快 法医鉴定结果就出来了 死因就是头上癌的那一棍 但由于王家老三当时未满18岁 最终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以及9000多块钱的赔偿金 除去一开始王家出的丧葬费 实际张家最后到手 只拿到了1500块钱 这样的判决 换水也无法接受 并且张扣扣清楚的记得 当时挥出那一棍的是已经成年的王家老二 从此之后 张扣扣的性格变得沉默寡言 不愿意跟别人沟通 上完初中 小伙子也变得挺挺欲力 可他没有继续学业 而是选择了入伍当兵 在部队里 他十分能吃苦 战友和连长对他的评价都相当的高 当有人问他为什么当兵时 他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 强身健体 为母报仇 张扣扣退役后 回到老家 开车打工挣钱 薪资不高 生活过得十分拮据 然而当他回到村里才发现 隔壁王家的人 比自己过得好太多了 车子房子都换了新 当年入狱的老三 也早早的出狱了 还在西安找到了一份 十分不错的工作 多年以来 他们对自己母亲的死 没有一丝愧疚 回想起母亲被一棒打死 口涂鲜血 当众解剖的画面 张扣扣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一个简单粗暴的计划 应运而生 2018年2月15日 大年三十 张扣扣回到村里 一路尾随王家老二老三 他找准时机 一把揪住老三的头发 一刀抹了他的脖子 随后将老二捅死 最后去到王家 砍似71岁的老王 他本想将王家老大一拨带走 可老大去女朋友家帮忙了 因此逃过一劫 杀完人后 张扣扣去到院子里 还将王家新换的汽车 一把火点燃 随后便离开了 2019年 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故意毁坏财务罪 判处张扣扣死刑 期间虽然张扣扣提出了上诉 但最终还是在7月被执行死刑 结束了他短暂而悲惨的一生 2006年 陕西汉银县 发生了一起极其变态的杀人案 一名道士 被人砍掉了四肢 胸膛和肚子 被挖出了一个脸盆大小的雪窟漏 心脏被掏出 炒熟后装在盘子里 最后再放上眼珠子作为点缀 一道美味的杀人珠心就完成了 另外 凶手在道观的墙壁上 留下了一行血书 很明显 此案为情杀 道长很可能把凶手给绿了 凶手一气之下 将他杀死气愤 但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警方在另外两个房间里 又发现了九具横七竖八的尸体 他们是在熟睡时 被凶手一刀KO 如果说是情杀 男生这十名死者 全都和凶手的老婆有一腿 这也太逆扑了吧 警方在走访中发现 昨天晚上 有个名叫邱新华的男人 手持一件厚重的毛衣 鬼鬼祟祟的上山去了 要知道 现在正值重下 事出反常必有妖 警方来到邱家一调查 果然邱新华已经逃之夭夭 很明显 他就是凶手 警方立即发布通缉令 可没想到的是 这邱新华 近一口气逃送到500公里开外的湖北隋州 还将收留他的一家三口 乱刀砍成重伤 而男主人因失血过多而死 邱新华拿着抢来的一千多块钱 再次逃跑 这次他躲进了汉衣的深山脑林中 每天靠啃食玉米 啃树皮野果 在这里狗了三十多天 直到他饿得实在是受不了了 便想着摸回家里找点吃的 然而一打开门 十几名武警立即就将他拿下 被控制的邱新华一边挣扎 一边对媳妇孩子狂厚 快把菜刀递给我 但媳妇孩子显然不想让他再犯错 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在警方的审讯中 邱新华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忍不讳 但他请求警察放他回去 因为他还有两件事没有做 一件是要再看儿子最后一眼 而另一件则是要宰了自己的老婆 警察一脸懵逼地问道 为什么要杀妻子 因为这个臭娘们背着我和别人有一腿 警方更懵了 难道这个女人 真的和死掉的十个人同时油染 据调查 从小邱新华家境就十分贫寒 母亲还有精神病 再加上她本身又瘦又矮 十分自卑 可这俗话说得好 上帝给你关上了一道门 就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26岁的邱新华 虽长得丑 但玩得花 他凭借自己三寸不烂之舌 撩到村里的小姐姐花枕乱颤 在村里先后谈了十几个女朋友 其中一个更是不惜和家里人翻脸 跟着他一起私奔 这私奔的就是他现在的老婆 也正是这个原因 在他的意识里 认为女人都是很容易被人勾引的 邱新华还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 在老婆给他生了两个女儿后 还不满足 非强迫老婆生第三个孩子 还好这次是个男孩 然而在那个年代 超生是要罚款的 为了躲避罚款 七年的时间 邱新华搬到五次家 而这日子也因为搬家越搬越穷 做什么亏什么 三个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了 邱新华的生活跌入了谷底 内心也逐渐扭曲起来 他甚至怀疑自己两个女儿 不是自己亲生的 理由是 他们走路的姿势不像自己 2006年5月 邱新华遇到了一个老道士 给他算命 说凤凰山上 有两块邱家仙人的墓碑 只要将他们找到 放到道观里供奉 这样就能使来运转 邱新华对此深信不疑 还正在凤凰山 铁瓦店的道观下 找到了两块邱新祖先的墓碑 邱新华愤怒不已 自家墓碑 竟被道观的人当作垫脚石 踩来踩去 难怪自己做什么都亏钱 就这样 他和店里的道士发生了冲突 一度差点动手 道观的主持 熊道长健壮 陈欣将邱新华请到屋内 并苦口婆心的 为他开导心结 渐渐的 邱新华开始信任起熊道长 并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 帮他算一挂 算算两个女儿 是不是他亲生的 熊道长一听 人都麻了 这里是道观 又不是医院 怎么可能做亲子鉴定 果断拒绝了他 并且好言劝说 父亲两人要相处隐没 才能维持好这个家庭 可邱新华非但没听兴趣 反而觉得 这熊道长对自己妻子说话时 语气十分的温柔 眼神似乎也在和妻子眉目传情 妈的 这熊道长肯定和妻子有一腿 怪不得不愿意给我做亲子鉴定 感情他就是孩子他爸呀 这天之后 邱新华便对道长怀恨在心 并产生了杀人的念头 7月14号晚上 邱新华偷偷溜进山里 舔入了道观 将数数中的熊道长残忍杀死 为防止道观其他人 影响自己的计划和逃跑 他一不做二不休 将寝室里的道士和香客 总共9人全部杀死 这时 他发现一个小孩和他爸爸还没有死透 邱新华又赶紧拿起一根木棍 对着头上就是一个闷棍 杀完人的邱新华依旧不解气 他再次回到熊道长的房间 将他手脚全部砍断 然后开膛破肚 掏出心脏切成丝 炒熟了吃了下去 他说这样才能杀人诛心 做完这些 他脱下道士的鞋 沾上熊道长的血 在墙壁上留下自认为正义的口号 最后一把火烧掉了整个道观 连夜下山逃走 那么问题来了 邱新华的两个女儿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 通过亲子鉴定 三个孩子都是他的亲生骨肉无疑 后续调查也发现 熊道长在此之前 和他老婆也是素媚平生 这一场惨绝人患的杀人案的根本原因 仅仅是因为邱新华的无端怀疑和猜忌 2006年12月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判处邱新华死罪 当天就被拉出去执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2 8 1 1